美国政府突然以产能不足为由 单方面终止对台7.5亿美元的军售计划 再一次表明美国在美台非法军事交易中的绝对主导地位 也折射出美对台军售的一些潜规则 我们来看 首先 卖家定计划 据媒体揭露 当年布什政府并没有对台出售F-16战机的计划 只是因为该型战机的制造商表示 德克萨斯州一个F-16生产基地很久没有订单 要求解决这里的就业问题 于是便有了时任美国总统布什那句令媒体震惊的话 他说 当我看到成千上万个美国人举着就业旗帜的时候 我决定向台湾地区出售F-16 而前不久 美国要求台军停止推动神鹰三号 采购12架海军MH-1602反潜直升机时 给出的理由是不符合不对称作战需求 我们再来看 加价是常识 台军引进美国铺路找雷达时 美方以多种理由分三阶段向台当局提出加价的要求 从编列预算开工到完工启用 工程耗资400多亿新台币 超预算30% 后来美方又以该系统属战略性高科技装备为由 又加收了2亿美元的科技保护费 相反 如果台当局减少采购量 美方则绝不退款 据党内媒体报道 在2020年结案的天鹰状案中 美方以上有备份零附件 送美维修等项目还在执行为由 拒绝返还十余一新台币的结余款项 最后 拖延没责任 美媒统计台当局自2019年来向美国军购总额近170亿美元 但由于疫情引发的供应链 人员短缺和交付延迟等问题 美国目前尚未交付的对台军售项目累计 已经超总额的八成 查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